剛才我在上面就看到 這裡有一個非常巨大的山洞 現在走近以後 真是特別的大 走 去看一下 這看上去應該是 人工鑿出來的 背後是一個廢棄的礦場 這石塊上面閃閃發光 應該含有很多的礦物質 風特別的大 風特別的大 不過這一個洞並不大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對面的出口 這有可能是一個踩石場 然後以前就把這座山 打通以後可以穿到對面去 現在前面有輛大車在路上開翻了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救援的汽車 正在搶救 我已經在這裡躲了快一個小時 走 再去看一下 人沒事吧 車頭都已經變形了 現在要非常的小心 好 繼續走 好 繼續走 不過運氣還蠻不錯 我這邊先通行 那今天呢 我們要去看一個非常古老的長城 據說呢 這一座長城 它是所有長城裡面 保存最為完好的一座 那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我們今天就一塊去 一探究竟 好險 這輛車都已經把我逼到邊緣了 這條路還真是蠻險峻的 因為它的彎都特別的急 而且路也比較窄 路上還有許多的大車 來 一塊欣賞一下路上的美景 我知道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坑 我得特别的小心 来帮我看一下 插到了吗 是不是特别的危险 过来了 这里还有一头马 应该是一头驴 还很不好意思啊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百草村 找到了这个古长城 但是它的旁边已经被改造成了卫生间 还有老年活动中心 古长城就在我的旁边 看上去真是非常有年代感以及厚重的历史感 保存非常的完整 但是底下的这栋建筑都已经坍塌了 上面还长满了许多的杂草 从这里还可以看得到对面山顶上的 那个已经残破不堪的锯齿形的城墙 下面已经修了一条高速公路 有许多的大车在这里拉货 古老的长城真是非常的壮观 以前这里应该是有阶梯可以上去的 以前这里应该是有阶梯可以上去的 不过现在都已经坍塌了 上面已经长满了植物 都闻上去有点像苦薅 苦薅呢有清热解毒止血的作用 看来碉楼不是从这里进去 在过去呢白草口这个地方 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军事要塞 它是古代的丝绸之路 还有茶马古道的重要的驿站 像在西汉初期的时候 当时由于匈奴人对这里不断的入侵 所以当时的汉景帝 他就在这里曾经修过许多的军事要塞 从这里都还能看到 在那个山坡上面有一个碉楼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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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碉樓的正門啊 在上面還能看到用石頭雕刻的這種仿木結構的斗拱 在現在看來都是時尚漁藝術化的 下面還有一個石牌 過去應該是這個碉樓的名字 不過現在都已經風化看不清楚了 哇,這裡的風非常的大 下面還蠻高的 以前這個碉樓應該是有顏色的 上面還能看到紅色 不過現在都已經消退的差不多了 上面這裡還有一個龍頭 真是特別的有造型感 一扇木門 對放了好多的稻草 這裡面是什麼 感覺有點像以前村民勸養的家庭 上面是拱形的 地上放了好大的一口鍋 地上放了好大的一口鍋 這四周都是瞭望口 哇,線風非常的大 這裡呢,已經用水泥填了起來 應該是以前村民要勸養他們的家庭用到的 這裡面的空間其實還是蠻大的 在古代呢 它不僅可以用作為屯兵 而且還可以隨時待命進攻 這種小型的瞭望窗口 它居高臨下 既可以很好的防禦 而且還可以很好的瞄準 在古代呢 這周圍就是重要的軍事要地 而現在已經變成了重要的交通要地 上面還有很多的大車在拉貨 圍著這個古雕樓走一圈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道門 哇,這下面已經是雜草叢生了 上面也並沒有雕花 那這有可能是後門 來看一下這上面到底有多高 3米4 看來姚明進來的話也毫無壓力 古人對於這些高度的計算真是非常有講究 哇,這裡的階梯都已經坍塌了 哇,這上面已經長滿了雜草 風特別的大 這裡應該就是雕樓的大門了 這是什麼 應該是一個土坡 來看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排水槽 這是一個龍頭的排水口 上面還能看到一道道的鑿痕 看來古人對於這些建築的設計 真是非常的有考究 在這裡坐一會 哇 據說呢,這一些古城牆還有古藏城呢 它修建於明萬曆33年 也就是大約在公元1600年左右 那現在呢,我竟然就坐在這些古蹟的上面 殘垣斷壁的古藏城 依舊是雄偉壯觀,氣勢磅礡 古人呢,曾說 不到藏城非好漢 那今天呢,我也總算是來到了他的底下 目睹了他的真容 真是做了一次好漢 差不多呢,這裡就是這樣了 那我的旅行又將繼續 好吧,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下期,再見 在下一集周 阿森將獲取探尋一個古代墓葬群 古墓周圍經線大量盜動 墓主人究竟是誰 墓穴中又會暗藏什麼危機呢 阿森遊記特別篇 探尋漢代古墓群之謎 也許這裡面才是真正通往墓室的地方